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加州公用事业委员会推迟旧金山全自动汽车投票 圣马雕拨款一百万帮助当地企业 拜登北约峰会后讲话强调北约在全球安全的重要性 美国六月通胀率为两年来最低水平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说平台经济大有可为 中国再次表示南海仲裁案所谓裁决是非法无效的 七国集团说将与乌克兰进行长期的安全合作 并持续在军事方面支持乌克兰 知名作家米兰昆德拉11号逝世享年94岁 下面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首先一起来关注湾区新闻 本来记者陈永青 7月12号旧金山综合报道 据ABC7号台新闻消息 加州公用事业委员会 推迟关于在旧金山扩大自动驾驶汽车的投票 投票原定于13号本周四举行 现在要延迟到8月10号才举行 汽车新闻杂志的高级记者 匹特·毕格罗认为延迟是由于Cruise和Vimo公司 没有向加州公用事业委员会提供足够的数据 媒体也记录了多起汽车在路中间抛锚 或者阻碍紧急救援人员的事件 亚利桑那州州立大学的工程和交通研究教授 波尔律博士认为 这项技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他也表示 未来所有汽车都可能是自动驾驶汽车 本台记者陈永青 7月12号聚精神报道 圣马雕县议员11号投票决定 向米德尔菲尔德路小企业援助计划提供近100万美元 这些企业由于创纪录的冬季降雨和其他挑战 而推迟了道路改善项目 从而陷入财务困境 符合条件的企业可以申请总额高达1万美元的赠款 以帮助支持工资租金 并在承诺重大项目期间保持营业 但花费的时间要比喻期长 该项目涉及将繁忙的米德尔菲尔德路 通往北菲尔奥克斯 改造成一个具有市中心感觉的目的地 除了道路工程之外 还包括公用设施 技术升级等基础建设 本台记者陈永青 7月12号旧金山综合报道 据福克斯新闻的消息 旧金山一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公司宣布停产 Anchor Broying公司官员12号周三宣布 将停止运营并清算成立于19世纪的业务 理由是经济因素 包括2016年以来销售额下降 该啤酒厂成立于1896年 1965年被弗雷德里克路易斯梅塔格三市收购 使其免于倒闭 它是最后一批生产加州普通啤酒的啤酒厂之一 也被称为蒸汽啤酒 继续来关注美国新闻 周三拜登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 召开的北约峰会闭幕式上发表了讲话 在讲话中 拜登把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战争与冷战时期欧洲争取自由的斗争进行了比较 并承诺我们不会动摇 无论战争持续多久 当天早些时候 拜登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林斯基 会议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泽林斯基表示 他与拜登进行了一次良好且有力的讨论 而在此次会议上 拜登没有支持乌克兰要求北约为其提供正式加入北约的时间表的努力 拜登担心此举可能会让美国与俄罗斯军队发生直接冲突 劳工部周三发布的数据显示 全美六月份的通胀年率降至3% 是去年同期水平的近三分之一 最新数据是在政府发布的数据显示上个月招聘放缓 但仍保持强劲的几天后发布的 衡量商品和服务价格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 较去年同期上涨3% 环比上涨0.2% 与之相较 华尔街经济学家此前预估的涨幅分别为3.1%和0.3% 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 核心CPI同比上涨4.8% 环比上涨0.2% 也低于预估的5%和0.3% 华尔街对该报告反应积极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期货上涨超过200点 美国国债收益率全面下跌 五角大楼表示 中国驻美大使谢峰 周三在五角大楼与美国负责亚洲事务的最高国防官员 举行了一次罕见会晤 在五角大楼发布的一份简短声明中说 谢峰在与美国助理防长拉特纳的会谈中 讨论了防务关系和一系列国际和地区安全问题 讨论持续了大约90分钟 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 美国商会周三要求俄亥俄州联邦法官 在10月1号前阻止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 谈判药品价格的新权利 提出初步禁令动议是制药行业 针对Medicare的法律斗争的重大升级 拜登政府根据降低通胀法制定的新政策 将在今年秋天赋予Medicare权利 就高成本药物的价格同制药商进行谈判 卫生部部长贝塞拉将于9月1号之前公布被选中参加谈判的10种高成本药物的清单 制药商必须在10月1号之前决定是否签署协议参与谈判 美国商会周三要求联邦法官在谈判开始前下达阻止命令 因为谈判违反了正当程序条款 心无止境 文达天下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美国中文电台新闻快车道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快车道 我是萧芳 下面继续来关注中国新闻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2号表示平台经济大有可为 希望广大平台企业坚定信心向前看 持续推动创新突破 更好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李强当天主持召开平台企业座谈会 表示各级政府要着力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要完善投资准入新技术新业务安全评估政策 健全透明可预期的常态化监管制度 降低企业合规经营成本 促进行业良性发展 他强调要建立健全于平台企业的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 及时了解企业困难与要求 完善相关政策及措施 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 美团小红书阿里云抖音等平台企业负责人 在座谈会上发言 京东集团及拼多多等企业提交书面发言 同一天中国国家发改委说 2020至2022年 中国市值排名前十位的平台企业 累计研发投入超过5000亿元人民币 平均增速达15% 授权专利总量超过5万件 专利质量明显提升 成为数字技术创新的关键力量 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 12号在北京会见出席第14轮 中美工商领袖和前高官对话的美方代表 韩正表示 中美两国是全球前两大经济体 中美关系是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关键是要把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原则落实到行动上 他指出 竞争应是促进共赢的良性竞争 而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 中国将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 欢迎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企业 生根中国市场 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推动世界经济发展 做出贡献 有报道说 北约维尔纽斯峰会的公报提到 中国正迅速扩大核武库 并使其多样化 拥有更多核弹头和更先进的运载工具 而且缺乏透明度 敦促中国参与减少战略风险的讨论 并通过提高核透明度来促进战略稳定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2号表示 北约作为拥有最多最强大核武器的军事联盟 近年来大搞麦克风外交 不负责任地渲染中国为核威胁 完全是倒打一耙虚伪至极 中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 中国外交部12号回应 北约峰会公报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破坏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说法 发言人汪文斌强调 中俄关系建立在不结盟 不对抗 不针对第三方原则的基础之上 两国关系超越冷战时期军事政治同盟模式 树立了大国关系的典范 这与北约国家大搞小圈子和阵营对抗有本质区别 汪文斌说 中方敦促北约停止针对中国的无端指责和挑衅言论 摒弃冷战思维的过时理念 放弃谋求绝对安全的凑做法 不要搞乱了欧洲又企图搞乱亚太和世界 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12日在北京会见了香港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夏宝龙表示中央支持香港继续在一国两制下充分发挥独特地位和优势 保持良好的国际营商环境 持续提升经济发展动能 为国家的高质量发展做出贡献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言人12号就南海仲裁裁决公布7周年发表声明 重申所谓裁决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 是非法和无效中方不接受不承认裁决 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 声明还批评美国作为南海仲裁案的始作俑者和幕后操守 每年在非法裁决出台周年之际 纠集部分域外国家大肆渲染炒作 企图以此向中方施压 逼迫中国接受非法裁决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中方敦促这些域外国家 尊重中方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停止利用南海关 停止利用南海问题 挑拨地区国家间关系 不要做南海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 同一天中国外交部表示 中国不接受不承认南海仲裁案所谓裁决 不接受任何基于有关裁决的主张和行动 南海仲裁案是指菲律宾在2013年提起的对中国南海主权争议的仲裁案 菲律宾将争议提交至国际法院国际仲裁庭所属的常设仲裁法院 2016年7月12号 常设仲裁法院发布了关于菲律宾诉中国案的裁决书 裁决书认定中国对南海主权没有历史性权益 其南海行为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 特别是损害了菲律宾的渔业权益和石油资源开发权 中国驻英大使馆12号说 中方对英国政府对中国企业的投资 采取歧视性做法表示坚决反对 发言人指出 中英经贸合作应坚持平等互利原则 滥用国家安全法律 故意打压他国企业 违反世贸组织规则损人害己 中方敦促 中方强烈敦促英方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 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大使馆以回答记者提问方式 响应英国内阁办公室公布过去一年来 根据国家安全与投资法 对投资项目进行安全审查情况的报道 其中政府进行干预的项目中 40%涉及中国的投资 三分之一涉及英国 五分之一涉及美国 其中有八个与中国有关的投资项目被否决 下面继续来关注国际新闻 乌克兰12号表示 乌军一整夜击落11架俄军无人机 首都基辅市则是连续两晚受到攻击 基辅市的空袭警报持续了超过两小时 七国集团这一期12号发表声明 将与乌克兰进行长期的安全合作 并持续在军事方面支持基辅 七国集团承诺将向乌克兰提供军事和财政方面的援助 以确保建成一支能够保卫乌克兰的可持续力量 他们又说将寻求在向乌军提供海陆空现代军事装备问题上达成一支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欢迎 但这些承诺不能取代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最终目标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 向乌克兰提供任何安全保证都是极其错误且非常危险 只实质上是企图危害俄罗斯的安全 北约12号在立陶宛召开第二日峰会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 北约向俄罗斯发出了强有力的信号 乌克兰将成为一个独立国家 泽连斯基当天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唐贝格一同会见记者 说如乌克兰收到加入北约的邀请将是理想的结果 他说理解有人害怕谈论乌克兰加入北约的问题 因为没有人愿意爆发世界大战 泽连斯基立场于之前一天有所改变 他11号批评北约没有为乌克兰加入提供更多细节 是史无前例而且荒谬 斯托尔唐贝格表示乌克兰与北约的关系 比以往任何时间都更加密切 他补充说北约永远不会允许莫斯科的 北约永远不会允许莫斯科决定 谁可以或不可以成为成员 美国总统拜登稍后会见泽连斯基 拜登的幕僚说两人会面将是直接而坦诚 俄罗斯政府12号表示 普京总统对中国的访问已列入议程 并补充说现在是巩固两国业以牢固的关系的好时机 俄政府发言人佩斯科夫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普京的访问日期将在最终确定后公布 泰国外交部长董恩12号告诉记者 他上周于缅甸被罢处的民主派领袖昂山素季会面 这是昂山素季在2021年的政变中被拘押后 首次于外国特使会面 董恩在印尼亚加达举行的东南亚国家外长会议期间 告诉记者 他的健康状况很好 那是一次很好的会面 2021年2月1号的政变结束了缅甸短暂的民主实验 使这个东南亚国家陷入血腥的动乱 在政变之后 昂山素季一直遭到拘押 现年78岁的昂山素季曾获诺贝尔和平奖 他在政变后遭受一系列指控 并被军政府法院判处供33年徒刑 人权组织抨击 对他的审判根本是个骗局 泰国国会将于13号投票选出新总理 却因为候选人皮塔作为国会议员 持有媒体股份被控违反竞选规则 距离议会投票仅剩一天 泰国选举委员会12号建议宪法法庭 暂停皮塔的议员职务 皮塔领导的前进党在5月14号选举中 拿下最多席次 但皮塔面临不少挑战 上个月泰国选举委员会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 调查他是否符合竞选公职的资格 选举委员会的调查 围绕皮塔涉嫌拥有一家 现在已停止运作媒体公司的股份 根据泰国选举规定 国会议员不得持有媒体股份 加拿大央行12号加息0.25厘 指标利率升至5厘 是22年来最高 符合市场预期 这次是央行暂停加息5个月后 在6月恢复加息后 连续2个月加息 加拿大央行指出 加拿大经济较预期强劲 需求动能更大 管理委员会担心 通胀率向2%目标回落的进程 可能停止 著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一书的知名作家米兰昆德拉 11号辞世 享年94岁 米兰昆德拉出生于捷克城市布尔诺 但因批评1968年 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而于1975年流亡法国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于1984年出版 通过描写四个主要角色的 爱情 性和政治经历 探讨了人类存在的意义 和生活的轻重问题 该小说被广泛翻译成为多种语言 成为畅销书 昆德拉的其他作品 还包括笑的遗产 生活在别处和失乐园 这些作品常常以幽默和讽刺的方式 探讨政治 权力 爱情和个人自由 当主题 昆德拉的作品被认为具有深度的哲学意味 并探索了现代社会中人类存在的困境和挑战 它的文风独特 富有隐喻和象征 引发广泛的讨论和解读 昆德拉还曾获得过多个文学奖项 包括法国文学和艺术骑士勋章 法国荣誉军团勋章 以及奥地利国家奖等等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快出道节目 由萧芳编辑播报 感谢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